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摘星姐姐 怎么突然想要过来 看我大哥的画像啊 对了 祭奠我大哥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不出意外 今日 一切将真相大白 你们两个 在聊什么 看来 睡了一整夜 休息得不错呀 不 自从你离开以后 我一夜未眠 想经住了一些事 主子 情况如何 杨孝威太过大意 没想到吉冲伸手过人 被他抢了先 现在虽然已派重兵 将王府团团围住 但是四殿下还在他的手上 而且 集中威胁术 只有主子您一人 能够入府与他一谈 好 明白 伯王殿下 陛下在城郊狩猎 正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途中陛下以飞鸽传书 命殿下全权处理此事 务必救回四殿下 这是陛下赐酒 有如陛下亲临 殿下来了 殿下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进来 关门 关门 你放了我四弟 本王可以饶你不死 只要能活命 我又何尝不小呢 我刚才好像也是这样 跟四殿下商量来着吧 但是 你个狗杂碎 杀了我表兄 还想让我放过你 我让你随时万顿 闭嘴 你这个四弟的个性 极恶如仇 不肯退让 再加上你父皇 再加上你父皇的本性 四殿下被我劫持 若不杀了我 该如何泄愤啊 既既然是 你不肯退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逃不出去 才被困在这勋王府的吧 告诉你吧 我是故意不走 留在这里 等你送上门 要跟你做一桩买卖 刚才让你关上门 也是为了让你多吸几口 我这江湖人最后的压箱法宝 竹丁草 此刻 你摸摸你的中府学瞧瞧 是否已经觉得松软无力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这竹丁草万般难得 不仅无色无味 更是十足的霸道 不出半个时辰 你我三人都会死在这里 但是 可是 我这里有两颗解药 裴齐啊 国王殿下 我自然会给你活命的机会 既然这四殿下不肯放过我 那他就别活了 只要你可向我保证 安然带我离开这里 这解药我自然会给你 现在你应该越来越觉得 飘浮无力了吧 这是毒性发作了呀 三哥 你看看你 你还在考虑什么 当年大殿下 你不也见死不救吗 好好想想 你死一个兄弟 换你一条性命 值得 更何况 这个家伙可是一直仇视你 从来没有把你当兄弟看过 你说得对 确实没错 这解药我也只剩一颗了 若想再提炼 最少也要五日 你们兄弟俩 还是得有一个死在这里 死地能活就够了 真是不怕死啊 死地 死地 三哥在死前 会杀了此人 三哥 初有寨 你说这架还怎么打 父皇 马摘兴 你 伯王殿下 刚才多有得罪 吉充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你们 设计我 并非设计 原本 我只是想让父皇看见 当年 你是如何对我大哥见死不救的 我们一切眼的逼真 就离你身上的毒 也是张锦刺酒 里面麻药所致 就是为了让你相信 你真的中了竹丁草的剧毒 但我万万没想到 在危在旦夕之际 三哥 你竟然愿意用你自己的生命 来换我的命 救我脱险 三哥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摘兴 朕看着手笔 应该是你布局设计的吧 是 还望陛下宽恕摘兴的胆大妄为 你还真够胆大妄为的呀 你就不怕 万一伯王不救有真 那伯王该如何下台啊 不会的 小女有把握 伯王必救四殿下 这么说来 摘兴姐姐 你早就确信三哥会救我